既然他们能独立照顾好自己 那不是好事吗 不行 一定不能让他们独立 同意 他们翅膀硬了 我们就没存在意义了 既然这样 那只能让最帅气 并且具有智慧的我出场了 等着我的好消息 我之前也这样吗 为什么不愿意上课 不想上体育课 容易出汗 可你需要运动 你穿得太贴身拘谨了 换上这件轻便的运动服试试 这不是我的风格 运动起来线条会更美 还有助于健康哦 好吧 那我去选一件好看的运动实装 没问题 穿得好看 更能帮助我们认真上课 再见 大家的院学理由真的五花八门呢 我觉得 应该让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心理测试 看看谁潜在不想上课的心理最严重 没问题 我去打印心理测试题 然后发给大家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去咯 统计结果出来了 不想上课心理测试 得分最高的竟然是 是谁啊 杰克老师 您什么时候来的 心理测试上的症状我都有 快输到我 我不想上课 真的不想 完了 全军覆没